哈喽小朋友们 欢迎收看安迪讲故事 今天呢 安迪姐姐和小伙伴们 要一起来玩一个 有角竞猜的游戏 首先呢 佩奇是我们的考官 我们的参与者呢 有超能战士 Alpha 还有猛击小队 朵朵 不知道 小猪佩奇今天 会出什么题呢 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的参与者猜对了 会有什么奖品呢 那么我们不要卖关子了 看看佩奇处的第一道题是什么 嗯 这是一个钟表的形状 难道是要猜时钟吗 哈哈 没错 那么佩奇现在就要提问 问了现在这个钟表上面显示的是几点呢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呢 我知道我知道 多多好聪明呀 第一道题他就知道了答案 那么多多你说这上面是几点呢 这上面是一点三十分 十针指责的是一 分针指责的是三十 所以就是一点三十分了 哦 多多好聪明啊 多多答对了一道题 就会有相应的奖品哦 嗯 奖品是什么呢 我好期待呀 我们要奖励多多一个糖果 这是一个玉米味道的糖果哦 多多你要装好 那么小猪 那么小猪佩奇要提问第二个问题了 还是有关于钟表的问题哦 请问一刻钟是多长时间呢 嗯 一刻钟哦 一刻钟是多长时间呢 我来回答 我知道一刻钟就是十五分钟 哇 太棒了 超能战士连一刻钟都知道哎 那么我们来奖励超能战士一个糖果 超能战士得到的是一个橙子味道的水果糖 那么小猪佩奇要把问题的难度提升了 最后一道考题呢 是需要你们把这些拼成一个立体的形状 哦 这个怎么拼呢 好难呀 超能战士你会吗 嗯 这个我好像也有点搞不明白了 要不然我们求助吧 求助 求助谁呢 要不要我们叫奥特曼过来帮忙呢 好呀 好呀 那我们来呼叫奥特曼 是谁呼叫我呢 我的灵感告诉我 你们需要我的帮忙 是的 奥特曼 佩奇出了一道很难的题 我们都不会了 你能帮我们吗 什么难题呢 就是把前面的这些东西 拼成一个立体的形状 奥特曼 你可以帮我们吗 当然没问题 看我的 哈哈 这其实也很简单嘛 奥特曼 你真的好厉害呀 好吧 恭喜你们 全部都答对了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奖励 要送给奥特曼 就是这一个金蛋 里面好像有一个绿色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看 嗯 这是一个绿色的 还有哒哒的眼睛 可能会是一个小汽车 因为它这里有车轮子 但是它是怎么变形的呢 哦 这样就可以了 往上自尖掰一下 然后把后面的车轮子打开 原来是一辆小跑车 这辆小跑车属于你了 奥特曼 哈哈 真的是太棒了 小朋友们真聪明 不知道小朋友们 有没有答对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玩具 一定要点击订阅 下一期再一起来玩吧 拜拜